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8月28号 大纪元新闻网独家发布了一段录音 披露薄熙来亲口承认 江泽民下达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 录音中一个字称是中共驻德国使馆秘书的人 以查证是谁下达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 在电话中向薄熙来询问 薄熙来回答说是江泽民 报道说这段录音是2006年9月13号 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 随同当时的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录下的 当时德国法轮功学员正在控告薄熙来 录音文件说德国外交部要核对这个情况 如果薄熙来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他们出席的规格可能就有所变动 报道引述录音提供者的话说 薄熙来虽被公审 但是中共高层仍然掩盖着薄熙来的真正罪行 因此决定将掌握的证据曝光 这位知情者还说 如中共高层继续掩盖薄熙来的真正罪行 他将进一步的公布所掌握的更为惊人的相关证据 他说呢 中国的军队 武警 医院 公安 监狱 劳教所 政法委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参与者众多 他呼吁那些参与者和知情者 为了良知自己还有中华民族的未来勇敢的曝光证据 8月28号 新西兰的官员表示 经过在美国和新西兰进行了195次的测试 得出的检测结果呢 恒天然公司的产品不含肉毒杆菌 从未危及大众的安全 据法新社的报道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说 在实施了一连串的检验之后 证实这些菌都是属于缩状牙包杆菌 而不是原先指出的可能会致命的肉毒杆菌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还发表声明说 这种菌呢不会造成肉毒杆菌中毒 就目前所知 缩状牙包杆菌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如果特定的菌株含量过高 可能会造成食物的腐坏变质 恒天然先前惊爆奶粉中检验出肉毒杆菌 引发全球的恐慌 就在恒天然主动爆出自己奶粉中 检验出疑似肉毒杆菌之后 中共的党媒呢曾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进行批评和抨击 并要求大众呢不要迷信所谓的羊奶粉 喉舌电视台也是连篇累读的播出调查节目 还有访谈节目 试图要打击中国消费者对羊货的迷信 以提升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企业的信心 不过当时中国的消费者呢 对于这些节目并不买账 有网友就说 国外的奶粉都是预防性召回 那么国内奶粉呢 得吃死人了才会报道 国内媒体最近这么大篇幅的报道 真是煞费苦心 低级黑 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来